今天要跟大家安利一部电影 开始看得让你想睡觉 要不就是十分钟就想放弃的烂片 但在后续推进中你会发现细节十分有趣 还有日式温暖一摄影机不要停 指导演上田圣一郎主演 兵金龙之珍与主邦秦美掌屋和张戏景学更多 类型喜剧恐怖制片国家地区 日本这个电影的简介很短一部 独立电影的剧组正在深山的废墟中 拍摄一部僵尸电影 谁知真的僵尸袭击了那里 导演日暮大喜过望继续拍摄 一镜到底记录下了剧组成员 一个接一个成为僵尸 特别简单 但你会觉得是个有意思的影片 这部电影是个黑马 投入18万毛爷爷 收回一亿多人民币票房小成本 大回报的喜剧故事的开始 让剧姐这个包容心很大的都不得 不说这片真的烂比小时代 还要烂不止百倍这个吧 五的评分来得也太奇葩了 还有一水的五星要不是国外电影差点 以为买水君了二故事 一开始满身五毛钱血浆的女孩子 对着以为丧尸喊着哑灭蝶 然后就被咬了一声卡 回到了现实但还有镜头在动 而且是一镜到底 这才是正片三女演员NG四二次 想拍丧尸片的导演终于暴躁了 敬业的导演训斥了演技 很苛刻啊暴躁的现场决定 休息一下再开始此时的男主 女主还有化妆师坐在一起 真的是尬聊典范聊完 所谓的传说 听到一个奇怪的响声就聊着点爱好 比如化妆师学习女子防身术 还现场示范一句话断一回 明显你们都不熟哈尼玛 这个尴尬都一出评了 居然还能聊在户外终于来 了僵尸剧组的道具小哥 被咬了剧姐以为正片 终于算是开始了这边 都在奋力抵抗僵尸旁边的小哥 还能坐着是乱入还是太淡定 啊这边导演才要讲重点传说后面 的小哥自己又巧咪咪的仿佛自己 走错片场要冲出去出去一个 就算了导演也冲出去 把僵尸带回来了这导演 真敬业女主 男主 化妆师作为存活者 努力地挣扎着因为误会女主 被咬化妆师准备砍了女主 此时的女主就是大叫 大叫 接着叫您真的一点都不累啊 这时候只想骂死这个烂片遗境 到底这种技术行为 一般来说会被夸淡这个稀烂的剧情 不知道在干嘛的工作人员 突然镜头晃来晃去还一段时间就停在草地上 是闹哪样你个镜头还跟着 害怕僵尸镜头可算不对这尖叫的女主了男主 又为了保护女主把化妆师给砍了女主 又对着诗话的男主走走停停想要赶话 突然一个斧子砍过去批了您前面真情实感 是在干啥粗糙的道具最后把丧心病狂 拍电影的导演也给砍了 然后走到了一个咒语中间正片 玩之前出现在女主面前的两条腿让女主吓得捂住嘴都没解密 没逻辑又没高潮就结束的僵尸电影一看进度条才36分钟 后面还有一个小时那然后又是一个卡 四好吧 事情要回溯到一个月之前电视台准备要拍一个电视节目 一群在外拍摄僵尸电影的团队 真的遇到一个僵尸 然后一个个变成僵尸的遗境 到底的电影有两个爆点 一个是直播 一个是一镜到底也就是开始就不能喊停摄影机 不要停就是这么来的后续一般 作为花絮的拍摄现场 才是正片揭秘烂片 是如何养成的概括 就是不断的妥协从开始筹备到 正式建筑没有一件事情 是顺利的阅读剧本就有一堆事情 了女主是爱豆 要保持形象剧本里破坏形象的戏份 要删你瞧不是不敬业 人家是因为合约流眼泪的戏份需要眼药水 那就准备男主这边说剧本有问题 僵尸用斧头砍人有问题导演 又得去安抚21世纪了 吸血鬼都会花式谈恋爱了僵尸 用个斧头不吸其台前幕后 都在为了这个一镜到底不断的排练 虽然有很多问题但还是已经把剧本融会的不错了 可惜等到了现场 要开机了还是有很多问题 比如演员临时不来了 导演和导演老婆两个人上场了 像是第一个僵尸演员爱喝酒 现场就给喝醉了导演 只能扛着他在那里演之前 被说是乱入的路人甲 其实是因为喝错水加上 肠胃不好一定要冲出去就是了 自己肚子可以解放一下才会 在片中一动也不动 而且毫无人性尊严你见过演员 要当着导演和化妆师 得面大号上着大号 还要让人家化妆还要现场被催得惨啊 真惨是烂片也没错 但是努力的协调各方演员现场很委屈 抱歉你哭死也要给你化 上妆推出去好好演意外 老是自己出现动不动就 有奇怪的大字爆出现为了转场 工作人员跟着演员狂奔跌倒了赶紧爬起来 这模样谁说不真实那一镜到底的最后一个镜头 是女主站在写咒中间 摇臂坏了只能搭着 人体演员工作人员都为了一个镜头 努力为了未知的结果用心的努力 导演每次喊着摄影机 不要停就是不断的坚持真的热爱这电影的那群人 其实很可爱告诉你烂片 是如何拍出来的喜剧电影三层揭秘 喜欢的可以尝试一下 虽然已经剧透部分但还有更多惊喜 等着你哦 这几年有一个词一直被频频提起 就是粉丝电影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有了这样一个词汇 它看起来另类不合群 因我们不能完全用传统电影的衡量标准去看它 但似乎它的出现又在情理之中 在盘点到今天为止的国产粉丝电影之前 我们先说说什么是粉丝电影 其实粉丝电影并没有明确的定义 但是业内大家普遍有一个共识 就是说这部电影是有明确受众群的 某种程度上视为迎合某个偶像粉丝而拍的电影 对特定人群有着非看不可的意义 因此 这类电影大多主打某个或某些明星的粉丝群体 通过迎合粉丝们的口味 展现人气明星的魅力 以较小的投资得到高回报 粉丝电影大概分为以下四类 一 演员粉杨幂孤岛惊魂 杨幂可谓自黑成功的典范 早年连连被黑 慢慢地也竟找出一条能够化腐朽为神奇的自黑路线 凭借其接地气 能开玩笑 勇于自黑的精神赢得了许多粉丝的喜爱 并且在古装穿越剧功里 他的角色让他一下子走红 可谓是不可挡 2011年暑期 迅速窜红的内地小花蛋杨幂 推出小成本惊悚片孤岛惊魂 通过粉丝营销 成功地以500万元的成本创造了近9000万元的票房 粉丝们在网上自发组织晒票活动 一位粉丝称 自己为了支持偶像 三天看了六遍孤岛惊魂 据不完全统计 孤岛惊魂的观影群体中 月七成是杨幂的粉丝 数量惊人 邓超分手大师邓超 是内地里知名的实力派演员 他和孙力的爱情一直为人称道 因其精湛的演技和特力独行的个性 也深受不少粉丝的喜爱 无庸置疑 他的分手大师火了一把 邓超在这部恶俗搞笑的个人表演秀中 极尽癫狂之能是 装疯卖傻 耍剑卖萌 让大众大跌眼镜 尽管故事烂 表演浮夸 但是联手另外一位粉丝大户扬米 最终成功吸睛6 66亿 2 作家粉案例 郭敬明小时代 不管你多么看不上小四 不管小时代系列电影多么的做作 人家三部系列电影总票房 超过10亿的神话是华语影谈头一遭的 小时代也成为中国电影史上 票房最高的系列电影 可是大家知道吗 这部在国内风光无限的骗子拿到美国去 票房惨淡不说 连权威电影杂志也评价其浮夸五度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吗 却还是有那么多人去看呢 粉丝啊 你们的力量是有无穷大吗 还好